小姐你 我害怕 你把我放下来吧 我错了 我错了 再不给你找乱了 错在哪儿了 我哪都错了 那说说 说说你是什么 我这叫说 行了吧 那说我呢 你是好心的农夫把我跳了 别美了吧你 等我回去把那半机器写完了 我再回来当这好心农夫 男生 男生 你要早就跳了 那你跳吧 我跳了 而且冯小刚我为什么说他既是理想主义者又很现实呢 你看他就接受在这个片子里头植物广告 冯小刚把植物广告变成了一种艺术 现在我们看冯小刚电影里经常在里边挑有多少植物广告 变成一种乐趣了 就冯小刚并不排斥这个 我为了实现我的理想 我可以跟现实妥协 我可以让很现实的道路来走 你看无论是夜宴天下无贼里面 那植物广告特别多 包括手机那部电影 《眼手衣》 什么《飞沫》 那部电影也是葛又人演的 冯小刚在这里头植物的广告 很多人说你最后演制员应该添上摩托罗拉也算 那里面出现手机字数太多了 我们做节目 要像板罗伯一样 这个罗伯 喂 什么事儿 你别来我不在台里 别别嘛 你那车往那一停 谁都知道你在台里 你别让我听到后边去 你先说 你先说 好 我们就继续说 我就直接说萝卜了 这个萝卜屁 通常人们认为它是无用力 你帮个笔给我 你老板不懂啊 那我就不说萝卜了 我说高雄 我觉得我们做节目 就应该像高雄白玉米一样 有电话了 有电话了 所以冯小刚 他并不是一个纯粹清高的理想主义者 他可以跟现实妥协 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者 他心里始终装着自己那种理想 你看我们现在他绕了一个圈 到如今拍《极家号唐山大地震1942》 他在一步一步往自己心目当中 拷问现实的这种严肃题材电影上转型